听完喂捕母乳的好处 你可能会问 喂母乳会不会很辛苦 很多人说 刚出生的宝宝吃奶吃得很密 有时一天要喂十几次 对妈妈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不如听听Wendy的分享 不要怕辛苦 很多时候为什么会转喂奶粉 就是因为妈妈怕辛苦 但其实无论喂奶粉也好 无论喂奶粉也好 我们刚刚生完宝宝那段时间 身体是比较虚弱 而且真的很容易累 一到喂奶那一部分 是无人可以代替到的 我可以说是很自豪 因为只能够给到我的宝宝 无其他人是可以做得到的 不如我们看看 喂母乳的妈妈 是否给喂婴儿配方奶的 要付出更多努力 第一个四五个星期 是妈妈和婴儿的适应期 妈妈要学习喂奶技巧 以防也需要按婴儿的需要 来调节奶量 而婴儿就需要学习吸着的技巧 所以 初初开始喂母乳 比起用婴儿配方奶喂婴儿 妈妈要付出更多努力和时间 例如要默默喂 到了四五个星期左右 喂母乳和喂婴儿配方奶的妈妈 要付出的努力已经差不多 过了这段适应期 喂母乳就会更轻松 因为可以随时随地喂 又不用有任何准备 喂母乳是否很容易 接下来听下另一位妈妈 Sonia怎么说 我刚刚生了个婴儿 五个月了 婴儿已经 她现在 我从生到现在 都没有与胃部 我希望可以胃多久 想着一生完就应该会胃 以为是这样 她以为是一件很天然很简单的事 不需要任何技巧 是真的有些技巧 Sonia就说得对 原来你是要做好心理准备 要用时间来学喂奶 以及向医护人员 学习威报技巧 过了初初那段适应期 威报母乳 其实是一件很自然 很简单的事 在一件很简单的事 是一件很简单的事 我们可以在一起 准备 对 那一件很简单的事